高铁现在也成了贩毒集团用来运毒的工具吗 因为高铁又快又准点 加上大部分的站都是偏僻隐秘 因此也成了交易的最佳地点 而高雄市警方在昨天在左营站就逮捕了一名 已经是运毒南下男子交易完成 立刻被带个正找 穿着黑衣黑裤的男子鬼鬼祟祟的坐上银色轿车 男子一下车就被跟肩的远警盯上准备来人 男子蹲在地上还装着一脸无辜模样 其实身上携带的毒品早就被警方盯上 原来39岁的曾姓嫌犯是个毒品送货员 从新竹带毒品南下交易 不仅搭高铁还约在高铁站交易 每会运送毒品的酬劳是3000元 而其实幕后的大毒虫另有奇人 也是有毒品前科的张姓男子 那么我们四分队的同伦立即组成专业小组 立即根肩埋伏 靠着高铁南北运送毒品快速又准时 加上交易的地点都选在高铁站 交易完就快闪离开 把毒品网络拓展到中南部 而警方要根据查扣的手机 追出这些毒品买家 中天新闻王毅壮 王嘉庆高重报道